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美中紧张关系持续升级 两国领导人的线上会面正在筹划之中 哪些问题会成为拜登与习近平对话的重点 双方对会谈的期待与底线都是什么 面临着中期选举压力的拜登 和即将继续巩固权力的习近平 将会有怎样的交锋 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 和顾名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 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两位好 首先我想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就是这一次拜习会会讲到哪些话题 因为我们知道美中关系之中 有很多的分歧与矛盾 就比如说在贸易 人权 台湾问题 还有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的军力发展等等这些问题上 那么我想先请问王教授 您认为拜习会最重要的话题是哪些 您刚刚提到那些题目 可能双方领导人都有意思要去谈 那跟过去的有一点不同 就是说现在是从中方角度看起来的话 好像美方对他要求比较多 先是采取了这个关税 然后制裁等等 然后再来要求说中方的话 要跟他在这个气候变迁上 环境合作上来合作的话 那么中方觉得说要解除一些障碍 所以中方的话现在想要跟他谈的意愿 并不是很高 更不要谈说愿意让他让步的地位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美国政府他谈的话 各方面东西中方都会用一个字来把它带过去 就是说除非这个美国可以承认 就是说尊重他的所谓的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这核心利益的话当然就是中共他自己定义的 就跟他主权跟领土完整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你一旦同意他这个东西的话 很多题目就马上不能谈了 比如说包括对新疆的人权的关注 对香港的问题的关注 台海的情势的关注 南海 东海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的话 刚才那个发言人谈到说还在找这个时间 到处都可以看到双方在讨价还价 然后甚至在角力的痕迹 王教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中方的这个核心利益 其实也正可能也正是美中之间 这个分歧最大的一些问题之一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杨博士 就是您认为哪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哪些是可以谈的话题 哪些是双方都不愿意妥协的问题 两个国家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多年 存在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说很多问题都可能要谈 都希望要谈 但是刚才王教授已经讲过了 中国呢他现在在坚持 就是说你不能把政策的领域分开来谈 如果你要想寻找合作的领域 你必须在其他领域里放开 不要对中国进行制裁 不要对中国进行敌对 尤其是在中国认为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领域 你必须这个放弃你现在的立场 而美国方面呢在这两年内 尤其是拜登上台以后 他坚持的就是说把对华政策分领域区别对待 一个是这个对抗领域 一个是竞争领域 另外一个就是合作领域 所以这个这两个这个不同的对待 这个政策领域的态度 使现在中美不能够谈 不能够做下来 很好地进行交谈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技术障碍 那既然两个国家都同意 在12月份至少可以有个网络视频会议 这说明在很多问题上 大家是愿意谈的 而且两个最高领导人要见面之前 肯定是很多的议题 已经有了个意向性的这个发展 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会议我们不能期待太高 因为累积的问题非常非常多 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问题 反过来讲也可能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问题 比如说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在人权问题上 所以但是我相信这次的见面以后 双方的关系会趋于缓解 它是朝着一个缓解的方向在推进的 那杨博士我想追问一下 就是您刚才说的双方愿意谈的问题都有哪些 我觉得说上我这个白宫的安全委员会 他这个否认了可能会要谈重启这个使管的这个议题 我觉得这种议题反而是非常容易简单解决的 因为它不涉及到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 就是恢复一下领管 反而把气氛能够这个缓和一下 比如说放开这个签证的限制等等 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如果能够在会后随时解决的话 会缓和两国的关系 而这个我不认为在这次的这个峰会上 或者说视频峰会上会谈到非常具体的问题 我想只要是谈一些意向性的 比如说能够谈出来就是说双方是愿意谈的 那又下面的各自负责的官员在那个领域里进行谈 比如说贸易问题 比如说这个军力的军武的问题 线武的问题 南韩问题 台湾问题 可能会有各自的这个负责官员进行 就是进行 我觉得这个这次的会谈解决的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这个方向就是双方都有意愿坐下来谈 来完解紧张 这是最主要的议题 是 拜登总统其实他在上周的时候也说了 他说在拜习会的时候 他会向习近平表明 说美中之间是竞争不是冲突 而且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拜习会 通过对话来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王教授 就是您认为双方这次会面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和意图都在哪里 双方在哪些问题上有可能能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成果 是的 我想这次这个视频的会谈的话 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双方的关系定下一个控管点 就是说双方这个这个举屋的话已经有很多年 而且现在找不到一个合作的方向 那么两个盒子大国之间的话 毕竟这个关系的话是没有人愿意看到 说是走向这个公开的一个冲突 军事冲突 所以这个会面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图 就是说希望能够建立起这个行为的规范 这所谓的guard rail 就是说你双方的关系在这荡来荡去的话 但是不会出去一个基本的一个规范 导致这个不可收拾的结果 那您刚刚提到说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谈 我觉得比较 本来的话应该是说像这种气候变迁 或者说像这种疫苗的合作的话 是一种这种所谓的政和的议题 是应该可以合作的 然后可以从这些所谓的低阶的政治 政治上面的合作的话 可以扩展到这个高阶的政治 high politics上面就说像军事 政治这方面的议题 但是现在很可惜的 就是这个东西都被挂钩了 跟这个核心利益挂钩之后 所以对中共来讲的话 它只是要确定一件事情 你要来找我谈 我现在不太想对你让步 那就要看你表现怎么样 就是说你对我这个双边的关系的话 到底有多么的注重 show how much you care about me 那么美国的商业界呢 经过的这个两年多的这个贸易战的话 他们可能会压迫美国的政府 就是说对于这个中方 特别是商务人士 或者是旅游人士的签证 能够有一些这个放松 然后说能够把这个关税 因为川普政府时代所树立 这个第一阶段的关税的话 也伤害了不少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和进口商 所以希望说能够把那个降低 但是我觉得对拜登总统来讲的话 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为这个第一阶段这个贸易战的话的话 这个具体的成果中方还没有实现 所以你叫他说先来解除这个关税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难 那么是不是双方可以 在这个现在全人类关切的 这个联合国气候公约的这个 缔约国第26次会议的时候 能够提出一个双方互相勉励的 对于环境这个减碳 能够提出一个目的来讲 我希望说在未来这一周之内 能够看到双方比较有创意的一个说法 现在看不出来 是 王大少其实就像您说的 其实一同对应这个回应 这个气候变迁呢 是大家一直以为是美中之间 可以合作的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克里和新春华 他见面也见过几次了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气候大会 那习近平他干脆是自己本人 并没有去参加 那么也是让很多人感觉 美中之间在这个方面 还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还有没有这个合作的前景 那杨坚丽博士我想请问您 您认为现在美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来督促中国来负起更多的责任 在气候问题上 我觉得美国的方法会非常少 杠杆非常非常的少 这个美国当然非常希望在气候变迁的问题上 与中国合作 中国方面也非常明白 这是这个拜登总统的一个 可以说是创造他自己政治遗产的 非常主要的议题 非常在意这个议题 恰恰是因为你特别在意这个议题 所以我给你合作 我就要提的条件可能就要高一些 中国方面最想达到的就是 你要给我谈 你认为是最重要的议题 要给我合作 你必须放开其他议题 这个是中国政府一直坚持 我相信在这次的这个谈话中 仍然会坚持 但是双方现在都意识到了 就是管控或者说管理 现在紧张的两国关系是必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坐在一起的原因 我想下这个他能达到的结果 刚才我已经讲了 我再重复更详细的讲一下 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内吧 双方的官员建了好多面 几乎没达成任何的协议 这次最高领导人峰会以后 那下面这个各个领域的官员开始见面了 那个时候可能就容易达成一些可能的协议了 因为最高领导人点头了 下面你们可以谈了 贸易问题我想可能首先会开始要谈 因为贸易问题已经给双方 这个贸易战给双方都带来了伤害 是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可能这个在拜习会以后 这个双方的贸易官员可能开始见面 来具体的谈一些问题 就是说最高领导人见面以后 下面的官员所在再见面 他的有效性就提出了 就展现出来了 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协议 好的好的 接下来我想聊聊这个台湾问题 我想请问王教授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目前是美中关系中 最敏感的话题之一了 那么现在中国方面的行动也是愈发的咄咄逼人 您如何评价目前拜登的这个台湾政策 因为现在国会里有声音说美国需要改变战略模糊政策 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我想现在九个多月以来的话 看出来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对华政策 或者对台湾政策的话 基本上还有一些延续性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很有点担心 就是说他是民主党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交往派的老派的这个政治人物 所以一旦上台之后就会对华会软弱 就是说对这个跟川普政府总统比较起来 就现在看起来没有 那么他跟这个中国的政府有几番的交锋 不管他的这个国务卿 或者是国家安全会顾问的交锋的话 讲的东西都非常的一致 就是说美国的话有他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话与中共的一中原则不同 然后这个的话是奠基于在这个台湾关系法 然后美中三公报六项保证上 然后不断的强调美国对台湾的保证是坚若磐石 那么这个就牵涉到就是说 因为在中国现在军力发展方面的话 有这个很多这个咄咄逼人的现象 而且试图要阻断 就是说将来有任何人来这个支援台湾 那么台湾关系法上面讲的很清楚说 美国对于台湾的话 有协助他这个自卫的能力的这个义务 那也有呢要保持他一个力量 就是说能够来抗拒中共对于台湾 任何改变他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到了就是说谈到到底要战略模糊 还是战略清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战略模糊的话 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说能够对北京 对台北都相互约束 它基本上是一个双重吓阻的一个政策 但是现在一方面的话 它不断用军事的力量在更改这个现状的话 是不是这个模糊要稍微少一点 要更清晰一点 更清晰一点 否则的话不足以这个达到贺阻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台湾的领导人现在非常清楚 他不会去推动这个法理的台独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出来是谁在试图改变现状 我觉得这个战略模糊的话还不需要改 但是可能要更清楚一些 那王教授我想继续问一下 因为我刚才提到了现在拜登是面临 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压力 那么习近平呢他在流中全会之后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会继续巩固自己的政权 那么在这两个人的交锋之中 您认为因为现在有评论认为 是习近平可能要占上风 您怎么看 这个是民主国家跟极权国家的政治体系 最大的一个差别 那么这也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这个拜登总统 他刚刚杨建立博士提到说 过去一两年来这个 这个业务阶层的官员谈的话 都谈不出什么结果来 所以只好去找这个习近平直接谈 希望说能够松一松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我觉得拜登总统 他现在的民意支持 虽然降低的话 并不是因为他的对华政策 他的对华政策广为受到 两党的政治人物的这个支持 而且在盟友之间的话 也重新唤起了一个 对价值的一个回应 那么他的民意调查之所以这个下降 是因为他都没有办法解决一些经济的问题 然后还被这个党内的左派所加持 跟习近平比较起来的话 他因为如果说这个六中全会 他通过了 然后树立起这个第三个这个文件 建立起他在这个党里面这个地位 然后又没有连任的这个压力的话 他似乎在政治的上面的话 确实是比较有宽松的空间 那么是不是习近平 把那个宽松的空间拿来做 这个咄咄逼人的做法 还是说在一些藏人上感觉到说 他可以在很多事情上 可以做一些很明智的让步 好的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杨坚利博士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 他是多次为西藏新疆 包括香港的人权问题来发声 那么除了表示声援之外 您认为现在的美国政府 包括这一次拜席会 拜登能够做些什么 来敦促中国解决这个人权方面的问题 这是一个几十年来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来 美国在逐渐的失去的手中的杠杆 这个杠杆当然主要是一个国力所决定的 现在中美之间的国力的差距 在逐渐的缩小 使得美国在这个人权方面 想在中国施加压力 促使得改变这种可能性 你会变得非常非常小 我不觉得这个这一次拜席会 拜登能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 施加有效的压力 但是长久上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所作为的 比如说刚才王教授已经讲了 对华政策换取对于价值的这种 重新的这个回应 用这个以价值和经济利益 战略利益作为基础 可以团结更多的盟友 这样的话可以在经济和人权上 形成一个类似于像北约这样的 互相保护 互相进攻的 共同进攻的这么一个国际联盟的话 民主联盟的话 我觉得在促进中国的人权进入方面 还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目前仅仅是以美国现在的做法 我觉得基本上是功效不章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 今天由于时间的缘故 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和杨建立博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 感谢两位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观看